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鄉土喔 只有土而已 超爽的 超爽的 對 超爽的 開著二手車 踢著老舍哥 踢著老舍哥 Coin老鄉土 有沒有那種感覺 遠一點遠一點 就是要開五門的那種感覺 要不然你從前擋風玻璃拍 走啦 我們開TOYOTA去TOYOTA 我跟你講我要去TOYOTA收一台車 所以我們開 我這樣子會不會嗎 你離我遠一點 再遠一點 你現在雖然已經1.5公尺了 可是你要再遠 這樣可以3公尺差不多 要去TOYOTA簽一台車 可是這台車故事有點複雜 等一下再陸續跟大家報告 那我們開這個最屌的TOYOTA車 去TOYOTA原廠 我跟你講內行的裡面的老塞夫 搞不好對不對 比裡面的那個廠長還老 我跟你講 好啦 出發了出發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還要な一條 一旦很平衡 寫兩位 和我 不敗 照片 。 保安 最寫的 走走走走走走走 孟哥 unquote 你在拍黑57TER нашей手車 我昨天已經先第一步把這個 會員專屬想先看的照片 很多會員都已經知道 我們這台車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其實我也有PO Kay 妳 También,妳有人追蹤嗎 倒是沒有 你碰給誰看 我跟你講 會員頻道在哪裡 定起來 小師汽車粉絲專頁 小師汽車IG 他的勁 Youtube有沒有 還有紅...那個...不是 阿呆的IG 給你一個機會看有沒有妹家 好不好 我跟你講都男生啦 都男生在跟你告白的啦 阿呆好可愛 好不好 追起來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車子整理的進度 還有這個搶先看的照片 有人就在說這個覺得避震器要改 就不用改 這種老車改避震器幹嘛 不用這樣低嗎 不用啦 那老車開那麼快 雖然它應該可以開滿快的啦 這個給回去的人想要改的人 自己去改就好了 我們把車整理到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我們把它弄成一塊茯玉的樣子 然後他們回去自己開發啊對不對 阿呆還爆生的兒子喔 我跟你講我們這行就這樣 我降低了 下一個車主來說 蛤啊 我喜歡原廠的耶 然後你把它改排氣管 蛤啊 我喜歡安靜一點耶 麻煩 農力呢我也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弄成原來的樣子 盡量恢復原來的樣子 這個黑輪 輪圈也弄上去了 這個車開起來 目前怠速也穩 溫度也穩 冷氣也涼 沒什麼好閒的 這種車也不用開太快 這種車就在合法線數內慢慢開 窗戶玻璃 JDM風格 外面看進來就知道 誰在開這個車子 我跟你講 如果每天從現在開始 每天開這個車出去 每天都會收到很多情報 都被抓到 上次柯P跑去Costco怕旁 就有人傳相片給我了 是喔 看啊兩個咧 說兩個人傳給你 對啊 兩個人傳給我 不同人啊 上班時間跑去Costco 不知道去怕旁買什麼東西 你好吃耶 媽還穿著公司的制服 看啊 那怕旁也太明顯了吧 可是偷帶公司的妹妹出去 沒有沒有 男的我看到是男的 我跟你講阿呆 你不然你開這種車才是態度 這車態度真的是態度 態度 Attitude 這車越看越帥耶 整理功力的問題好不好 大家都說買12萬太貴 我跟你講 我就用超過20萬把它買掉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花一花也超過20萬了 不超過20萬我也不會賣啊 留著給阿呆 趴去啦 照阿呆的這個走向 不走老舌就可惜了 阿呆要不要 處理一下啊 有沒有 而且開出來 我跟你講人就這樣 我們不夠錢開貴的車嘛 貴的車出去就很屌有沒有 我們不夠錢開貴的車 我們又開這種 路上看不到的車 開車 手插槍有沒有 走到哪裡就是 這是我們的Family I love my family I love my brother I love my brother Thank you Your family 喜歡去全家 已經開場10分鐘都快到了 都還沒有講我們要幹嘛 我要講那個車的故事啦 那個車是一個台中的粉絲朋友 那台車其實是世故車 他世故以後拖到台北的Toyota來修 是一台Iris Carola Sport 現在請正名為Carola Sport 他就是撞到了 我有他撞到的照片 然後我已經先去看過車了 然後把它買回來 只是說為什麼我在想說這個片 你要不要上 你知道嗎 他這個世故他已經修好了 那這台車 假設我們沒辦法賣的狀況之下 我可能會丟去拍賣場 那我如果丟去拍賣場 我現在又上片 全世界都知道這台車多少錢 那我會不會被同業幹掉 他買回去本來想要大削一票 結果幹 你這台就是小吃影片一台 幹 臭賽 甘不尷尬 會不會被開槍 那台怎麼辦 你像上次引擎破掉那台車 我是不是一直都 我連車型都不敢跟大家講 因為我這個是一個職業道德 並不是說我在玩地圖炮啊 或是在抹黑人家 那是一種職業道德嘛 因為我拍賣了 坦白說他賣掉的人他要賺錢 我又把他的車牌號碼 什麼車款都出來 那會不會造成 誰買到那台車誰到達 對啊 那這樣我怎麼混得下去 真的是會被開槍 我被開槍 我醒來的時候 你已經跑了三條街園了 到最後媽 做個二手車行 做他請保鏢 做二手車行 做他請誰戶 很帥啊 賺個屁啊 沒賺那麼多錢啊 沒賺那麼多錢啊 好啦反正我跟這個 粉絲朋友還沒有見過面 我們都一直用訊息 因為他也住在台中 所以就是到最後就價錢 他從他撞到開始 還沒開始修 就一直跟我持續的聯絡 其實他修理中的照片 他都有傳給我 所以我有一套的 整套的那個照片我都有 一直到修理好 然後他就請我去看 看完之後他就請我 先去把車收走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處理一台車就是這麼簡單 雙方是不用見面的 所以等一下也不會看到他 不會啊 他就請台北這邊的業務 幫他處理 所以都是這邊 賣他車的業務 有一個窗口 等一下那個業務會載 你看這些TOYOTA的人 對他們家的車 多沒有熱情 他看到有一台這麼 幹你怎麼派人家 多沒有熱情 正常來講 你如果是一個中心的TOYOTA員工 你看到這一台車開錯 你會不會一直看 都會啊 應該會吧 應該沒看過這個車吧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說這些員工 是不是對他們的車 都不太有熱情 的那種感覺 應該就是來上班而已 對啊 如果我的話我是會啦 如果我又對車有興趣之類的 看到這麼特殊的車 應該多多少少有點熱情吧 搞定了啊 好了 看起來不像壯了對不對 我們回去再拍一下就知道了 嗯 那你要拍哪來 你要拍老香菇啊 對啊 老香菇好不好開 蛤 老香菇好開嗎 舒服啊 還不錯吧 我跟你講這沒跟你講 撞過你不知道 我們來研究一下 他撞的要不要 真正的原廠修復 我跟你講這客人喔 真的 他從他的車撞車開始啊 你看 他這個訊息有夠多 你看 他從撞車開始 就一直給我 後面有沒有 撞到這個 白痴自己 馬骨去撞到這裡 這裡 他自己撞到的 就是他自己馬骨撞到的 這是兩次 喔 他這就這樣啊 對啊就這樣啊 馬骨撞到 沒有因為他不能爆出險啊 不同一次 不能同一次爆啊 他如果爆就會按這個明顯 就是車頭撞到 為什麼車尾你也要出險 他是有保全險 沒有是要保乙事的 可是這要分兩次啦 就是那一次緩那一次 這一次緩這一次 所以這客人 這真的是好客人 你知道他怎樣嗎 然後小事你回去研究這個尾翼 如果真的修有問題 我再幫你爆出險 你看這客人好不好 正常的人 喔我現在爆出險 我明年保費又變貴了 撒小撒小有沒有 他車從一開始撞到 他就跟我講說 他車撞到想要賣 等修好再賣我這樣 他已經爆出險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有一個故事要講 你知道 Toyota原廠啊 你要修這個尾翼啊 要換整個後車箱蓋 為什麼 他沒有單賣這個 他是一體成型的嗎 不是啊但他不單賣啊 然後他這個蓋子是鋁合金的 所以要含這個 你知道多少錢嗎 含玻璃啊這些 多少錢 你猜猜 五萬 章魚變成十萬 媽整台車才買九十萬了 你幹什麼 這一個蓋子十萬耶 十萬有含工資嗎 蛤 我管他含不含 反正十萬啊 工資重要嗎 重要嗎 這變十萬你花下去 太貴了吧 這裡很夭壽的啦 可是有時候原廠就這樣 你看喔 反正好不管他車賣你多少錢 貴還便宜啦 我也不管這塊是不是鋁合金的啦 你今天如果撞到 我們不要講Toyota 其他牌子都一樣 你撞到尾翼要修 他就跟你講說 沒有我們沒有單賣尾翼 要就是連後車箱蓋一起 十萬這樣 要買就來不買就算了 你不會覺得這樣有點GY嗎 就感覺很像你連天壞一個 你去原廠 他說我沒有賣一顆 我們一次都賣四顆 那種感覺 你要修iPhone的電源鍵 他說沒有要買整組顆 我們是整組一起賣的 感覺是不是不太好 因為這尾翼 分明就是可以分開的啦 可是他原廠賣 就是要給你蓋子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車主說他要這個出險 我說我遇到客人好 我也很好 我說你先不要出險 我先回來研究看看能不能 我找不找得到只有這個尾翼 或者是我去問修理廠有辦法修 如果真的不行再麻煩你 要不然我這台車才收多少錢 這個要十萬划算嗎 我要給客人收價再扣十萬 客人划算嗎 不合啊 這車尾的部分 到時候照片我們就是一樣提供在上面給大家參考 車頭的部分你看 有喔 車頭是都這樣 側面是像路道有沒有 葉子板路道有沒有 沒有啊只有前門而已 後門沒有 車頭是這樣葉子板有沒有 所以這很明顯一看葉子板就要換掉 引擎蓋要換掉 保險桿要換掉 裡面是沒事 安全氣囊也沒事 水箱那些應該都會換掉了 葉子板 葉子板也擠到了 這個葉子板我後退 門打不開 這個門應該也有修 應該只有烤漆而已 像脫掉車 你看他一系列都傳給我 然後他就沿路都一直跟我報告進度喔 拆開了 內鐵保險桿 引擎蓋拆掉 兩個葉子板拆掉 所以這個我們內行一看就知道 換兩個葉子板換引擎蓋 換水箱架支架 換保管內鐵換保管 就大概換這些東西 但是大樑沒有換 大樑沒上到 大樑沒有 然後他連修理單都給我 我來看他修理多少錢 這幾個零 我來看一下齁 像是多少錢啊 看沒有看過那麼多單子 我來了217083元 付架單 修好了保險支付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換得怎麼樣 你看他沿路都一直跟我分享 他修的那個過程 修的進度都一直跟我報廢 我那時候我心裡在想說 欸 我還沒有說要買耶 呵呵呵呵 你知道嗎 他真的從壯到的那天開始 好 斯辣現在已經修到哪了喔 斯辣現在 好 修到什麼程度喔 斯辣好 現在怎樣怎樣怎樣 哇 斯辣 我跟你講 預計7月10艘之前就好了 好不好 10艘好了 你什麼時候來看 哇 也是我們很久的粉絲了 要不然正常來講 這種有碰撞的車 我收他要幹嘛 好來看一下 你看這引擎應該換過有沒有 很明顯 你看螺絲都拆過了 對不對 很明顯吧 再怎麼拆都知道 然後那個指甲按壓這個膠條是軟的 超軟的 軟到不行 你看軟趴趴有沒有 有沒有一擠旁邊白白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換過 而且他這換過也有貼紙 但是沒有什麼 沒有條碼 沒有那個條碼 射稱號碼 等下來烤咖啡好了 要不要 好 阿可 阿可 來來來來 你看這台車是換什麼板間 你看看 你看看 眼睛蓋 眼睛蓋 眼睛蓋葉子板 好像有 我不會看 柯綺 看不到螺絲 可是看起來很亮 就是看過 噢 這腳也換捏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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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板件 阿這看哪來天換過 你這這麼新的 看不出來最新換 但你們換過也新的阿 可是看起來就是 第一個就很亮阿 阿 阿 後來我發現你看 點貼紙就沒力了 你說剛才買的貼紙阿 是新的板件的貼紙就沒力了 對啊 條碼一掃就知道我多少錢 啪啪啪 一萬八千五這樣 就不出來阿 阿不是 借不到車頭 對啊 借不到車頭 阿現在換的是三塊 前面 可是這個 阿水雞仔咧 水雞仔看得不然 大廠咧 大廠應該都換阿 正常來講 如果是原廠應該都換掉了 鐵的三個嘛 我覺得錢包桿 阿左右 左右大燈 阿應該 來鐵 來鐵 阿這 你來看很新阿 可是因為它還是新車 我看不出來到底是 原本的新還是換掉的新 喔我還講 我跟你講它有一個很貴的 毫米坡雷達感知器總成 跟車的 喔這個喔 對啊 那也換阿 那個一萬三 阿那雷達 原廠最厲害就是會寫那些的 小細寫很多 引擎腳架 這個阿 它這也換到阿 有阿鑰鏈阿 阿鑰鏈阿 阿水箱咧 沒什麼 水箱有阿 阿真的都 裝給你換掉 水箱有阿 水箱總成 跟水箱架阿 好啦 柯P考試有通過了啦 好險 好險 上下水箱支架 保桿內鐵 反正就是 它是我們看照片是偏這一側嘛 還是偏這一側 這右側 這側這樣吐進來 然後它的大梁的梁頭 現在的大梁是這樣 一隻大梁之後前面有一個 保桿內鐵的 我們叫做小梁頭的地方 小梁頭的台語怎麼講 小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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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換掉了 就大概是這樣 大概撞一下 我剛開回來是覺得還蠻好開的啦 我這個最後收購的價錢是 51萬啦 好那這是台中的網友 因為他把車拖上來台北新任的車廠 原廠修 我先把他車修回來 現在接下來我要去討論那個尾翼 因為那個10萬我再花不下去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會再派員下去台中 再跟他簽約 拿收取他車子的資料回來 一切都是反其道而行你知道嗎 那這也因為他太信任我了 他都沒拿到錢耶 小梁哥你車去先走 你去找哪一位誰誰誰 把車簽回來這樣 我就直接先簽回來 所以他有今天這支影片 回來我要賣 我至少要賣個六開頭吧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想一下啦 我們到時候再討論一下 要不然就是丟上去拍賣 丟上去拍賣又給人家講價錢也不好啊 這很尷尬耶 史上最尷尬的一支影片耶 我剛開回來真的狀況不錯 這車主前車主真的蠻顧車 而且你知道他怎樣嗎 修好以後還順便幫我保養好了 我就跟他說你不用保養啊 我回來賣掉再保養啊 他說不用我順便幫你保養好 你看這是不是好人 對啊 真的很棒一個人 然後他內裝很漂亮 你來拍一下 跟新車一樣 這種車我跟你講回來 他現在狀況洗一洗就可以賣了 你看那個反比 整個都翻向盤 你看整個都跟新的一樣 好兩萬公里 不然這樣啊 我們留著賣 我們就直接拼名耶 四庫車 影片出來四庫車 我們就賣個 58萬8這樣 不要破60 破盤 我跟你講58萬8市場真的買不到 這新車90萬耶 我們2021年那好像是賣70幾萬耶 這個已經不用60了 已經差10萬了 夠了吧 這消費者買回去夠了 我是怕這個價錢出來 來買不是消費者 是通行跑來買 他買58萬8回去也是賣他的60好幾耶 用這種方式不錯吧阿呆 我已經便宜很多了 好雖然我還是有賺一點錢 不過這個我相信 車主也是願意給我賺這條錢 真的啦他那個人真的很好 他說小思哥你賺個6萬8萬都OK 他已經幫我把6萬8萬利潤抓出來了 他都幫你算 他幫我算好了 他說小思哥你估這個價錢合理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都有看我影片 他說車頭重大扣多少錢 什麼扣多少錢 然後再抓你的利潤 一到兩成 6萬8萬 好差不多 嗯 你估這個50出頭OK 好快喔 你看是不是好人 連利潤都幫我抓好了 你知道外面的人 讓他吃東西 給你賺3000都嫌多 我還要花偉意 我等偉意開完再開價好了 好不好 我等偉意看怎麼修理才開價 要不然等一下偉意修下去 只好叫他報出險 哈哈哈哈 反正人那麼好 他說沒關係小思哥 你不用怕我保費變多啦 我跟你講我下一台車 我就買我老婆名字 他都想好了 你不覺得他們這個莊家 也是很沒有水準 保險公司啊 你不覺得沒有水準嗎 你今年報太多 如果明年再報說 不好意思我們不收了 怎麼可以這樣 你去賭場贏 然後你贏錢 你下次要再去賭 然後說先生不好意思 你不能進來啊 你是黑名單 你不覺得這樣很沒有水準嗎 開店就是當莊家 就是要給人家抑壓 你不可能都要穩贏了吧 好啦 反正他可能覺得 他跟你賭 輸面比較大 不跟你賭 你知道以前有種朋友 打麻將的時候 他找你打麻將 你絕對不跟他打 那因為他跟他打麻將 他都贏錢 他沒有輸過 他找你不好意思沒空 以前有這種朋友 真的 一定有啊 很邪門喔 打麻將都不會輸的很厲害 那運氣超好的 那今天這個影片分享到這邊 我們這2019年的 ARIS CAROLA SPORT 那我們最後這個世故車 我們的得手價錢 51萬元 那跟大家分享 要不然他要不要花51萬 開他ARIS也不錯 如果你買 媽的 原價賣你啦 不要說他58萬 要不要 不要 老鄉土我是不會賣你的啦 我後來想想 我丟去拍賣場 賣的人也不跟你講 然後賣你六七十萬 賣你七十幾萬 那這樣反而也害到下一個消費者 我們不如就直接透明出來 我也賺錢 我也拼命 我有賺錢 我賺多少錢也給你們知道 但至少買的人 第一個他買比較便宜 第二個他是知情 那個原車主利潤保兩單都會給我們 好不好 好啦那下次見啦 鼓勵我們 訂閱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 多鼓勵我們 多分享這種 這種 不是世故車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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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烏鴉嘴 最近嘴巴拉得很臭很準 不能亂講話 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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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了 這麼快 有沒有 人家一個後筒要賣多少 十萬 十萬 好險 認識小師就是會讓你省錢 所以沒事要多認識一下 來小師這邊走一走 來跟小師買車 如果今天假設這台車 他不是買新 他當初跟我們買的 撞到原廠說十萬 認識小師剩多少 五千 剩五千喔 對啊 不然你要換整個蓋子喔 他這邊就用 修復的嘛 修復之後這個 第三沙拉燈 叫得到料 直接叫一個新的第三沙拉燈來換上去 當初有破嗎 你是沒拍到 我沒拍 我只記得旁邊 你又沒拍到了 這麼珍貴的鏡頭 我忘記了 反正修好了啦 這個換掉了啦 本來破掉了啦 幾千塊就搞定了啦 就是這麼簡單啦 好不好 很多人都說 來我們這邊要朝聖 朝聖什麼你知道嗎 朝聖什麼 那邊有人看到一根紅杆子 真的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人跟紅杆子 要去介紹一下嗎 介紹一下 來來來來 以後來這邊太GY 我就說 來你看前面那邊 有沒有看到一根紅色的杆子 去紅杆那邊 你有沒有看酷炫的那個 從頭到尾紅杆大概講五次 不止嗎 不止不止 不止喔 我們來出一個紀念品 出一件衣服好了 去紅杆這樣要不要 好啊 就用這一根嘛 畫出一根紅色的杆子啊 要買的在下面留言 不要 大家出來 兄弟出來混 講話不要好小的 要真的會買的 你再留言 好不好 數量夠多我們就做 要不要 好不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下次見 去紅杆 齁 去紅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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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I'm feeling like this, bro Taking up and slow me down But I need the 18 I'm feeling like this 你知道那個老高不用加會員 你去對岸比哩比哩比哩 我整套的 對啊 會員專屬影片那邊全部都被丟上去 我跟你講我們的影片在那邊也有 我知道 但是觀看率都不好 對啊 所以我在那邊就一直罵小粉紅就好了 罵了 搬過去 搬過去給他們看 快車に食いぬい 上手夢天堂 静か論 採施家議館